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120瓦的小米的一个热度很高的一款充电器 这是小布丁120瓦 这个也是粉丝啊特我测的啊 这个是首发第一天我就把它抢回来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咱们的频道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 这也是我测试的第一款小米家的充电设备 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 包装盒这里小米的标识 这里是小布丁充电器套装 120瓦的氮化夹 然后这是充电器的图片 背面的话就是规格信息 条码信息认证信息 这个包装盒还是很简洁的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包装盒这是充电头本体 这里有一本用户指南 内附有害读物清单 然后这一张就是它的三包凭证 这是一根数据线 这里有二维码信息 这边有环保标识 这根数据线的长度是1米5的啊 这里有6A的标识 这一面的话有L1的标识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GAN的标识 小米出品的英文标识 120瓦的标识 外部有一个塑料的膜把它保护着 充电器为一个单C口的设计 内部的舌片为橙色 电源适配器的型号 小米的标识 室内使用 这个是3C认证 3C认证的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读 双路绝缘 循环10年 这边是输入100-130伏的情况下 输出功率最高20伏3.25安 也就是65瓦的功率 输入200-240伏的工况下 输出最高功率可以到20伏6安 也就是120瓦 这个是二维码信息 充电器连数据线连包装盒一起 186.1克 充电器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156.6克 单数据线重量55克 单充电的重量101.6克 数据线的护套长度 30.4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 4.58毫米 整根数据线的长度是152厘米 也就是1米52 充电器的本体高度52.9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68.9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33.9毫米 这边的宽度也是一样的33.9毫米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充电测试 进入10G充电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个能支持UFCS融合快充的33瓦 QC3.0的5伏9伏12伏3.6-12伏 PT3.0的65瓦 小米私有协议的96瓦 PT3.0的话一共4个档位 最高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 小米私有协议的96瓦 它还支持公版的PPS3.6-11伏的5安 3.6-20伏的4.8安 这个DCP就是基础功率 首先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用这个红米的Loto 13 Pro 加这个手机是120瓦的 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显示的是67瓦的充电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有两个断电的地方 是我拔插了两次充电器 它还是显示的67瓦充电 根本就没有120瓦的意思 这个手机是可以支持120瓦的 然后前面55瓦的功率 只持续了6分钟 就开始持续的降功率 后面的功率的话 最低的时候有24瓦的功率 最高的时候有38瓦的功率 这个是波动有点频繁的 一直到充满电 都是PPS18伏的档位 温度的话最高温度就是在最后面充满电的时候 最高温度可以到46度的样子 温度控制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功率的话说好了120瓦在哪里呢 我拿了一个库代科的15号的电轮柱 过来测试 也是显示的PD3.0的65瓦档位 根本就没有高功率的意思 正式功率59瓦 这一部手机是荣耀的X50手机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40瓦左右的 只能显示充电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只有10瓦的功率 如果是荣耀和华为开放PPS协议的手机 这个充电器是可以用的 咱们手头上暂时没有这些手机 这一部手机是OPPO的Reno11 这一款手机是可以支持融合快充的 现在这个手机还有4%的电量 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24瓦左右 这个手机现在电已经充到98%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又是一个慢慢上涨功率的模式 起步功率25瓦 充到90%的时候变成28瓦 然后它呈T型下降功率一直充到现在 这个从百分之几的电 充到90%的电 一共只花了40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46.7度 咱们这一部手机是 Vivo的iQOO Z7 这个手机也是支持融合快充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 可以显示Vivo的快充标识 这个初始功率也是23瓦24瓦的样子 跟刚才那个OPPO的RenoC是一样的 UFCS的充电曲线基本上都是逐渐上涨的模式 大概也是40分钟左右可以把电充到90% 三星手机可以显示超级快充2.0 然后实际功率的话大概18瓦 这个有PPS5A的档位 最高功率的话跑到30多瓦 应该是没问题的 峰值功率啊 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个12 Pro Max 现在这个手机只有3%的电 我们看一下充到80%它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手机已经90%的电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苹果手机充电的曲线图 前面23分钟都是23瓦的功率 然后降到20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8分钟左右 然后再降到13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六七分钟 然后再降到7瓦的功率 充了两分钟左右 就充到80%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从3%的电 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51分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38.7度 测试这几部手机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我们用红米Loto 13 Pro加 这个120瓦的手机来充电 它没有启动120瓦的功率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里面有个20V 6M Max 也就是120瓦 我们用PD右边器调到20V的档位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拉出最大的功率 现在是20V的档位 我们启动3A的电流 是可以顺利的启动的 我们把电流加一下 直接就归零了啊 3A的话可以正常启动 按小数点来加 3.1A 3.2 3.3 3.4 67瓦了 3.5 69瓦了 再加一下 拉不动了啊 最高只能拉到69瓦的功率 我们就直接拉它的65瓦功率吧 实际输出58瓦左右 我们进行烤机 这个充电器 现在输出功率是57瓦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啊 这个中间有一个断格 等一下看温度图就知道了 一共持续运行了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功率的话前面一直都是58瓦左右的功率在持续运行 就是最后这十几分钟它就变成了57瓦 我们看一下温度图 温度图的话最高温度67度 在67度的时候有一个急剧的温度下降 也就是配合这个曲线图来看 这三分钟时间充电器再调整温度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小波峰64度 然后后面的话一直维持在62度左右 一直在徘徊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 在测试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经过一分多钟的测试 它的最高的时候有0.4瓦 一般都是0.3瓦 平均下来的话这个充电器的待机功耗0.35瓦 这是5V3A的情况下 它的效率的情况 220V输入功率17.9瓦 直流输出功率14.7瓦 换算下来转换效率82% 这是这个充电器9V3A27瓦的工况下 220V输入30.5瓦 这边直流输出功率26.4瓦 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86% 15V3A45瓦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端 15瓦的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端17.7瓦 这边的直流输出端14.6瓦 转换效率的话换算下来 82% 9V3A27瓦的功率 110V端输出功率30.7瓦 这边直流输出功率26.4瓦 换算下来转换效率85% 15V3A45瓦的时候 110V输出端51.3瓦功率 这边直流输出端44.8 转换效率换算下来87% 20V3.25A65瓦功率的时候 110V端输出功率73.1瓦 这边直流输出功率64.2瓦 转换效率换算下来87%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 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 我们直接测试它的负载纹波 5V3A15瓦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最高纹波112毫v 9V3A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8毫v 15V3A45瓦功率的时候 这个充电器的纹波还是没变 也是78毫v 这个充电器在它最高的功率 20V3.25A的时候 65瓦的功率 它的输出纹波最高纹波91毫v 这个充电器附赠了一根1.5米长的CC线 这根线的话标的是6A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线的各种数据 我们看一下它的线组 稳定下来就是105毫v左右 1.5米长的 这个层级也还算是不错的 这是这根数据线读取出来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是采用的小米的 供电能力255A也就是240W 传输速率的规格是USB2.0的 这下面是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喜欢DIY的朋友 可以截图一下 这就是这个数据线的压降情况 5V1A的压降值0.11V 5V3A的压降值0.32V 9V1A的压降值也是0.11V 9V3A的压降值0.32V 15V1A的压降值也是0.11V 15V3A的压降值也是0.32V吧 20V1A的压降值0.1V 20V3A的压降值0.32V 28V1A的压降值0.1V 28V3A压降值也是0.32V 140W状态下 这边输出140W 这边输出137W 损失接近3W的功率 这一个小布丁的120W 经过我们测试下来 我们用可以支持120W充电的小米手机 没有拉出它的120W的功率啊 能够激活120W充电的 大家可以截个图出来 给其他的朋友看一看 因为我手头上 只有一部小米120W的手机 从温度 从文波来看 表现都是中规中矩的 说不算太好 但是也不会很差 满功率负载的时候 最高温度直接拉到67度 它就直接下降功率 然后这个文波的话 100毫夫左右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 关注投币折起 咱们下一期视频 拆这一个120W的小布丁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